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极燃生 预言误到里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雅典皇后派德拉自杀身亡 这是何等大事 铁修司不相信妻子会自杀 一定是他不在的这段期间 发生了什么事 铁修司看完妻子写下的遗书 愤怒和悲伤的情绪交叉 他已经失去了理智 至于事情的另外一个当事人 西波呂托斯呢 他还不知道派德拉自杀了 他正在打猎 等着父亲回来 要告诉他派德拉对他不忠的事实 派德拉的遗书中写着 亲爱的铁修司 你不在的这段期间 西波呂托斯多次向我示爱 都被我严厉的拒绝 今天他甚至想要侮辱我 这让我痛苦不堪 我不愿意对丈夫不忠 在没有你的保护下 选择死亡是我逃避他的唯一方法 铁修司拿着遗书 在恐怖与激动中挣扎 过了很久 他伸出双手指着苍天 对自己名义上的父亲 也就是海神波赛顿祈求 他说 我相信你对我的疼爱 胜过对自己的儿子 你曾经答应过我 可以满足我三个愿望 现在我请求父亲 你马上实现这个承诺 我只要满足一个愿望就好 我要求让我那个可耻的儿子 西波里托斯 在今天日落之前就死掉 在铁修司对波赛顿提出要求的同时 西波里托斯正好打猎回来了 他听说父亲回来了 立刻跑到宫殿 没想到 没想到 却听到父亲 对自己的诅咒 西波里托斯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向疼爱他的父亲 怎么会说出恶毒的话呢 他平静的回答父亲 我的良心是纯洁的 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坏事 但是铁修司已经不听儿子说的话了 只是一点冷酷 无情的把后母派德拉的遗书 递给他 并且下令将他驱逐 西波里托斯很伤心 又无从辩解 他请求保护女神阿特米斯 能为他的纯洁和无辜作证 西波里托斯看了铁修司一眼 然后流着眼泪离开了 西波里托斯离开这个养育他的故乡 特洛增国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铁修司甚至不准其他的人 提到有关于西波里托斯的任何信息 有一天晚上 一位使者对国王铁修司说 你的儿子西波里托斯 他已经离开人间了 铁修司只是静静的听着 听完又冷冷的笑着说 这个无耻的人 侮辱了别人的妻子 他活该被人杀害 使者澄清说 不是这样的 是你亲口说的诅咒杀了他 铁修司心里一惊 难道是波赛顿完成了我的心愿吗 听到这个消息 铁修司是高兴的 他举起双手指着天空说 谢谢你波赛顿 你就如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满足了我的祈求 铁修司说完 好奇的问使者 告诉我 西波里托斯是怎么死的 关于儿子死的 铁修司没有悲伤只有好奇 使者告诉他 当时我的主人 西波里托斯驾着马车 手指着天 对天神救失祈求 如果我是一个坏人 请你马上将我处死 不管你是做了什么决定 我是生是死 都一定要请你 让我的父亲知道 然后 主人驾着马车快速的冲向前 我们几个在后面根本追不上 最后眼睁睁的看着主人 在山道的转弯处消失不见了 那一天西波里托斯的仆人们正在河边工作 西波里托斯走过来 命令仆人们马上准备马车 当一切都准备好之后 他举起双手 向天神宙斯祈祷 他说 如果你也认为 我像父亲说的一样 是一个坏人 无耻的人 就请你将我处死 不管我的结局是生还是死 都请你要让我的父亲知道 他对我的斥责和误解是没有道理的 西波里托斯驾着马车一路狂奔 几位仆人担心主人的安危 紧紧的跟在后面 他们来到一处荒凉的海滩 右边是海面 起伏着大大小小的波浪 左边是高山悬崖 深不见地 突然间 大家听到了一阵吵杂的声音 找到声音的来源之后才反应过来 原来 海面上升起了一股 台山倒海似的波浪 波浪遮住了仆人们的视线 一只巨大的水怪 从海里将水面分开后走了出来 看到这一只大水怪 西波里托斯的马匹被吓到了 幸好西波里托斯坚定地抓住缰绳 毫不慌张 马匹才又奔跑起来 在西波里托斯的控制之下 马匹顺利地拉动马车继续前进 来到一条平坦的大道上 这一只大水怪还不死心 跟着过来挡住去路 西波里托斯他将马车靠岩石边停 要让路先让水怪先走 可是水怪步步逼近马车 害得马车跟岩石碰撞在一起 西波里托斯没坐稳 身体有一半栽在马车的外面 马匹受到了惊吓 就拖着西波里托斯在大道上狂奔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仆人们来不及救人 眼睁睁地看着主人和马车 消失在山道的转弯处 奇怪的是 大水怪在闯完祸之后 也就跟着不见了 好像他也被吞掉了一样 铁修斯只是在听故事 静静地听完男主角的遭遇 他的眼神呆滞 心里想着 对于西波里托斯的不幸 我既不感到高兴 也不会觉得悲伤 只是遗憾 当时没有对他说清楚 让他明白自己的罪孽 铁修斯的心情没有太大的起伏 他也不想为了那个可耻的儿子死亡而难过 他准备要去派德拉的坟前 告诉他这个消息 这时候 派德拉的老妈妈 哭天喊地地朝着铁修斯跑过来 他推开了所有人的阻拦 跪在国王铁修斯的脚下 老妈妈是知道真相的 他知道西波里托斯是清白的 这些日子以来 他备受良心的折磨 今天 有听说西波里托斯死了 终于决定要将王后派德拉 生前恶毒的计划 全部告诉国王 以洗清西波里托斯的罪名 铁修斯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一连串颠倒是非的真相 他的儿子西波里托斯 已经躺在担架上 被仆人们抬了进来 虽然他的肢体破碎不堪 但是还有一丝的气息 这时候的铁修斯 他既不是国王 也不是派德拉的丈夫 他是一个悲伤无助的老父亲 他后悔又绝望的 铺在了奄奄一席的儿子身上 西波里托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他问父亲 我的清白得到证明了吗 铁修斯点头说是 还说了一句 你永远都是我疼爱的孩子 听到了父亲这句话 西波里托斯才得到安慰 安息的离开了 《畅所欲言》是十方法界卫视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畅所欲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畅所欲言》节目制作 画布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铁修斯和佩里托斯 这两个人 虽然一个老一个年轻 但是他们是交情很深的好朋友 铁修斯受到了年轻人的影响 激发了他大胆 甚至想要冒险的欲望 佩里托斯的妻子西波达尼亚 当年结婚不久后就死了 铁修斯的妻子派德拉也过世了 现在这两个单身男子 决定要相约去做一件刺激 有冒险的事 你们知道吗 他们竟然计划要去抢一个女人 回来当太太 斯巴达国王挺达瑞尔斯 他有一个女儿叫做海伦 号称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铁修斯和佩里托斯的抢妻计划 第一个目标就是海伦 铁修斯打听到 不久之后 海伦他会在阿特米斯神殿献祭跳舞 于是两个人就决定要前往斯巴达 展开精彩又刺激的抢妻计划 来到斯巴达的阿特米斯神殿 两个人看到了年轻貌美的海伦 脚好的身材 跳着曼妙的舞姿 让两人都抵挡不住爱情的浴火 也不顾忌这里是神圣的神殿 竟然大胆的就闯进去把海伦给抢走 他们将海伦带到特格阿这个地方 暂时躲藏 顺便用抽签来决定 海伦该归谁所有 抽签这个决定 也是两个人计划中的一环 不但可以避免伤感情 同时也是最好最公平的办法 两个人有约定好 抽中的人可以得到海伦 但是必须要帮助对方 再去抢一个美女回来 结果铁修斯抽中签 他可以拥有海伦 于是铁修斯先将海伦带到了阿佛德纳 请母亲带为照顾 然后他又跟佩里托斯计划着 要进行下一场冒险 佩里托斯没有得到大美女海伦 但是愿赌服输 两个人不会因此伤了感情 铁修斯也很够意气 同意来一场更大胆更惊人的冒险 他们要抢夺的对象 是冥王黑蒂斯的妻子普希芬妮 只能说这两个人太不自量力了 冥王黑蒂斯的法力以及威严 是连天王宙斯都得敬畏三分的 想也知道 这一趟冥府的抢妻计划 不但彻底的失败 两个人还被冥王拘押在地府 后来是赫拉克勒斯想尽办法 要救出他们两个 很可惜最后只有救出铁修斯 铁修斯被关在地府的时候 海伦的两个哥哥卡斯托尔以及波旅刘克斯 他们来到雅典 有礼貌的要求归还海伦 但是雅典人说海伦公主并不在雅典 兄弟两人很生气 威胁说要进攻雅典 这个时候雅典还发生了一件 对铁修斯不利的事情 就是有一位叫做梅纳斯透斯的人 趁乱自立为人民的领袖 想要串夺王位 他引用控制城里面的贵族还有奴役 利用人民恐慌的情绪 煽动对国王铁修斯的不满 最后梅纳斯透斯攻占了雅典 控制城里面所有的地区 为了示好 他还帮助海伦的两个哥哥 找到了妹妹的下落 两位哥哥救出了海伦 在市民的护送下离开了雅典 返回故乡 铁修斯从地府回来之后 变成了一位严肃的老人 他听到海伦被兄弟们救回去了 心里反而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为了从前的行为感到羞愧 现在他虽然还是国王 但是国内陷入了一片混乱 带头攀乱的首领 梅纳斯透斯得到了贵族的支持 以前仇恨他的人 现在不但不怕他 很多百姓也跟着在首领的怂恿之下 渐渐不愿意服从国王的命令 铁修斯决定放弃这座无法控制的城市 安排好两个儿子的去处之后 他决定要前往斯库洛斯 铁修斯选择这里的原因是 这里的国王铝科莫德斯 他保存了铁修斯的父亲 当年留给他的大笔财产 铁修斯一到了斯库洛斯 就要求国王能够归还他父亲的遗产 他打算要在这里居住下来 然而命运却不肯罢休 将他引上了一条绝路 国王铝科莫德斯 他也不是傻蛋 嘴巴说要还 其实他的心里在计划着 要把这个不速之客给除掉 国王把铁修斯带到了岛上 一座高峰的悬崖边 谎称说要让铁修斯 看看他父亲留下来的财产 以及大批的土地 他趁着铁修斯看得专注的时候 突然从背后大力一推 就把铁修斯推下了悬崖 跌入大海 几百年后 雅典人在马拉松与波斯人作战 铁修斯的灵魂才从地底下出来 铁修斯在生前可是一位大英雄 在他的率领之下 雅典士兵终于击败了入侵的波斯人 于是在特尔斐神域的要求下 雅典人民必须取回铁修斯的遗骸 隆重的为他举行国葬 可是雅典人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铁修斯的遗骸 经过了一番的打听之后 真正的大麻烦还在后面 听说铁修斯最后的落脚地是在斯库洛斯岛 这是个很野蛮的国家 就算让雅典人找到了铁修斯的坟墓 但是要怎么从野蛮人的手中拿回遗骸呢 这时候的希腊出现了一位名人 他叫做西门 西门在一次的征战中 征服了斯库洛斯岛 当时他对传闻中铁修斯英雄的坟墓十分有兴趣 有时间就会四处去寻找 有一次在寻找坟墓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座山坡的上空 盘旋着一只老鹰 老鹰像射箭一般俯冲直下 用爪子刨开一座坟墓的泥土 西门认为这一定是神的旨意 于是命人挖开那座坟墓 果然发现了一座大关 里面埋葬着一根铁毛和一把宝剑 西门毫不怀疑 这里就是英雄铁修斯的长眠之地 几个月后 铁修斯的子孙们和西门一起前往 私库若私党 将铁修斯的遗骸运回雅典 雅典人民列队迎接铁修斯的遗骸 隆正的仪式就像铁修斯还活着 回到故乡一样 铁修斯为雅典曾建立了宪法 为人民带来的自由 后来却在人民无情的反对下 离开了雅典 在他死后数百年 才由子孙们重新表达 对这位国王无限的感谢 很尊敬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特别企画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播账号42274784 护名十方法界基金会 嗨 你在等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熬抢宇宙天地 看 那有宗斯 赫拉 阿布罗代帝 还有普罗米宵斯 回到远古的西兰 开心旅行英雄的神欢 浩瀚浩浩浩浩浩宇宙星空里 勇气让世界精彩神秘 来到奥里帕斯的天地 就算心灵已经很疲惫 重生说载的美好世界 依然为你绽放着美丽 一二三四五六七 生活到处是惊喜 一是傻瓜牡羊 情怀金牛 开心生鱼 倔强狮子 孤单处女 才是幸福水平的 美丽的阵容 喜欢的色彩 它是星座的王国 管它温柔还是狂野 倘国独谣就是唯一的解药 想把世界放进口袋里 不管是国王还是皇后的城堡 群星我最善要志愿和你 就在风中紧紧地拥抱 爱是美丽神话 星辰永不打开 爱不成离开 变成一颗痕迹 永远照亮我的心 我的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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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